其實是 我們去年已經開始有在談 離婚跟一些協議 然後爭吵也很多 然後剛好我們那時候要搬家 然後搬家的時候就發生一件事情 其實也算是 之一啦 它是算比較大的事情 因為我們搬家是在夏天 夏天有個很重要的機會 就是鬼月 那不起也不起 這跟迷信沒有關係 你沒事就不會想學那個月 可是因為房子裝潢裝潢到最後 就到了 就那個月 暑假前了 那你就想怎麼辦 你就叫他趕工 我們就跳一個日子 就剛好是農曆七月的前三天 我還記得 大概前三天 就跳到一個好日子 找人家看 然後那天要搬家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是不是流年不利 那時候我們已經 感情已經有點不順遂了 然後結果 沒想到那一天 一打開門要搬家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相信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會相信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對門的婆婆過世 你那房子有雙拼這種東西 對 就兩間 對 她就是這個婆婆她是很 洗瘦 就是因為她是獨居老人 她也不是有什麼狀況 她就是很安穩的這樣子 但是我打開的時候 是看到警察 社工 因為他們就是 然後接下來你還 所以她是還在家裡 還沒有搬走 對 而且不能搬 因為她要等那個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她要等法醫來驗食 然後對我來講 我不是特別忌諱 可是搬家工人就要搬很快 搬很快 東西就弄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他們急 因為他們怕 一進一出會有比較衝到 或什麼也怕不進 對 然後搬家從 大概挑了一個時間 就是比如說 快要中午的時候 搬一搬 我告訴你 太陽一下山就開始怕了 因為還沒 他們還沒有驗完 還沒有出來 這麼久 衣櫃 餐桌 全部辦空空的時候 你就更怕了 夕陽落下 然後你就一個人 然後本來還有一隻狗 對不對 我就說 因為狗會 我就說 原來你搬家搬到之後 一定有很多東西 你要提著走 對不對 但我會發覺不對 有些遺落的 其實是要帶走的 我就找一個行李箱 跟一個袋子 然後我要帶走 這時候看到狗沒有帶走 因為他想要先跑 帶兩個女兒跑 他狗說 我狗留著陪你 你不要怕對不對 我這時候來了 我想說狗怎麼還在怎麼辦 那又說 你已經搬了一天 才發現狗還在 太怕了 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那隻狗 然後 我老 我真的跟我老公說 怎麼辦狗還在 我又好怕 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垃圾 都沒有清 我以為他要來救我 跟我說我們交換 他不是 他派家人來接那隻狗 先到新家 還是留我一隻狗 好酷喔 所以你的重點是 你不要一個人在那邊 我的重點是 我們要不要交換 我先去新家 因為我剛才打掃 叫你說打掃很累 你一定會剩不要的家具 你要搬下去 給環保局回收 然後有一些 可能莉莉辣啦 你要帶著走 我又沒有開車 我要坐計程車 然後提著兩袋東西 然後等對面的 婆婆的事情 然後你又要尊重對方 因為死者為大 那我要注意 搬家工人的感覺 因為這種事情發生了之後 他們就會跟你 argue一下 你要給他加錢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不是女人應該處理的 這真的不合理 我剛好那一天一搬完 我回去 真的受不了了 因為剛好也很熱 我就喝了兩杯酒 就開始發脾氣 搬了第一天就開始發脾氣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 會不會是一個 是一個壞兆頭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就是一個壞兆頭 然後搬完家 又有一個問題 男人說他要帶新家 可是你有想過 小孩子衣服 都是媽媽在整理的 他在新家等什麼 等了我到那邊 還不是空的 因為應該要到新家 但是他不知道 這些東西要放 他不知道 應該來一箱拆一箱 來一箱拆一箱 趕快上架 整理打包是我 所以我應該到新家 他都會看 什麼是哪 所以他有發現不合理 所以我那一次就 真的 妳到現在不懂嗎 王仁甫會包嗎 也是妳在包吧 我跟一個搬家師傅 我兩個人 我們是扛那個商業 這麼大台的那冷氣 那師傅說 妹妹...妳來幫忙 我說我沒辦法 他說 然後我就... 我就跟那個師傅 從二樓 活生生的把那個超大 真的這麼大一台竹機 我們從二樓 妳還陪他搬 你知道那伯伯 那個伯伯有多會鼓勵我 他叫我這樣子 腰上綁著那個繩子 然後... 然後他說 妹妹妳就這樣撐著那個繩子 我們就這樣把那冷氣扛到一樓 那妳為什麼不嫁給那個伯伯就好了 所以伯伯都會鼓勵人了 導致我都沒發現 沒有 其實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女人都是這樣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最後妳得意去誇獎 說我沒有女生 真的 仁虎厲害 就是至少他會誇獎妳 我想說我很會 對 那我回去以後 我回去以後 看到所有東西都沒有整理 然後他也沒有一句誇獎 他還說妳在怕什麼 我們沒有在怕的 妳壞事做太多了 真的... 不行 這個... 這個就這樣也不行 好不好 我哪有做什麼壞事 真的... 可是我必須要幫他老公講個話 因為我跟郭宇文真的認識太久 認識他的十個男人裡面 當他有這個反應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有十個都會這麼跟他說 李懿 妳剛剛聽我們講這些 媽媽 這真的是一個悲劇 妳不要這樣 妳不要以為這個我還在笑 我心裡笑中有淚啊 也是宇文姐的最愛 也是衝著 衝來的啊 又是宇文 來 這樣是什麼 烤玉米 可以當團購美食厲害了吧 怎麼可能 你怎麼知道 謝謝 我每個男朋友 都是用烤玉米追到我的 真的 真的 你真的 我完全適合了你 而且尤其是 可是有一個人的月經不准 害到我 在哪裡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你啊 我 我還不准 為什麼害怕你 我又不是姻老公 我們話說我們有數十年的恩怨 就是從她的月經開始 結下了這個糧子 我們少女的時候就認識了 以前我們一起做外籍的時候 季妹妹是真的身體不好 她的經濟很不穩定 然後有時候會痛到 痛到整場要取消 她是真的痛 但是因為我們以前已經有心結了 我就覺得她在裝 是可以裝到 她真的覺得 也沒很好耶 真的 然後 妳有辦法算二十八天吧 我現在後來 我都有在記啊 我想說 怎麼 妳在演啊 她痛到 然後有時候痛 取消通告 那我當然會開心 就取消就不錄了 可是有時候 我每次那個來 不知道有多少人開心 對 孫協志也在開心 國樂福也開心 但是有時候 她是痛到可以錄 但她不能玩 然後產事就我去做 然後我就兩次就更結下了 想說 她又不能玩這個 她又不能玩這個 她月經來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到底有多痛 因為我經期算很準 然後我會痛 但是我那個痛的程度 可能就是吃一顆普拿藤 可能就好了 那沒有痛 所以無法理解 我當時的痛 對 但我很好奇 你是來賓 你分享主持人故事幹嘛 我自己不會講 妳的好意被說成 神經病 好適合她喔 對啊 真的 因為我不用做好事 就是這個珍呼 但這真的是一個好事 因為大家知道 很早就是一個人住 可是等一下 我認識妳這麼多年 我真的很難相信 妳會有對別人 有好意的時候 那不是妳 我對很多人有好意 沒錯 但我也 至少有對我老公有好意吧 對不對 有愛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我一個人單身久了 然後我以前家裡真的是 只有一天 一個禮拜只有一天 男朋友可以來 為什麼 就是前一天打掃阿姨來玩 第二天他就玩 我以前就是很隨性 我覺得我骨子裡 就是一個嬉皮 我上輩子就是嬉皮年代的人 他隨便 妳怎麼知道 嬉皮都不用整妳家 嬉皮都不洗澡了 不是嗎 妳是不洗澡 好 沒關係 我們不要 不要批派 不要批派嬉皮 總之妳就是過得很隨性 對 就是游戶民族 比如說垃圾一個禮拜才到 或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 妳怎麼這樣子啊 妳也很可憐 我也是這樣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可是我說真的 我的骨子裡是有自信的 我就覺得我不一定要結婚 我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我 對 妳欣賞我妳就交往 妳不欣賞我就算了 那可是後來就好死不死 就是 我先生 也不太愛整齊 很好 很配啊 對啊 所以這樣家裡都不用收啊 妳家大姨的錢都省起來了 沒錯 我就是經歷過 沒錯 我經歷過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在家裡 都不用整理的時候 但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有了小孩 寶寶剛出來了的時候 有一次 會帶住啊 真的 沒有... 這樣就拿你整理 這樣呢 你在明明明的時候 把牠放旁邊 你們這樣子真的很傷害我 很傷害我 我就覺得為了孩子 我就想說 因為他還是一樣少爺 就是他還是沒有改 但是我後來就是 為了孩子 媽媽的母性會出來 我就去上了 收納課程 很用心 還有這種課 好用心 只有她找得到這種課 我還算 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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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的土嗎 要劈土這些 我真的很認真耶 我又沒有開民宿 我幹嘛上 就是因為 對啊 妳為什麼 妳哪來來地了啊 因為我就想說 這是層層把關的 就是比如說 收納跟布置有關 布置就跟設計有關 設計就跟裝修有關 所以妳就一條龍這樣學 因為我那時候都會覺得說 收納課到底要給誰上啊 我告訴你 收納課非常重要 就我這種人 還常也常得到 我上完真的 我們家現在一塵不染 然後就是井然有序 然後這是 這個房間 那是我女兒自己排的 是她六歲自己排的 所以女兒也有去上 這是我收的耶 你看我們家所有的東西 從大排到小 然後妳的房間 不是啊 可是從頭到尾 我聽這個故事 到目前為止 就覺得說這是一件好事 到底為什麼 哪來神經病呢 對 但是 因為重點是 我老公以為 這種課都是隨喜的 那有一天他收到張單 那個課 花了我一萬多 一萬多 幾堂課啊 大概是四堂課 一萬多 一萬多 等一下 等一下 有 有學業證明嗎 拜託 有畢業證書嗎 但是 我有得到老師誇獎 真的神經 好 沒關係 我們要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要活該 還是會有人給他呼呼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我給妳看 妳看 只有你們兩個人很好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他有那個心 花一點願望錢 有什麼關係 我已經想要花錢 我已經想花錢太多了吧 可是我告訴你 話說回來 我花了一萬塊 去上這些課對不對 你知道 因為後來我跟那個老師很好 我再幫他辦一次課程 我錢還賺回來 我還重新再上一次耶 好 謝謝 因為我自己上完 我覺得很好 我就在我的瑜伽教室 再辦一次 但那一次我還重複複習之外 我就免費又可以再上一次課了 是 因為我沒有你們那種天分嘛 你就得去學啊 你這樣說我怎麼好意思 再虧你下去 既要尊重 也要酬勞的人 就是都要 因為我們其實 出道很久了嘛 對啊 但是新人的時候 應該是說我覺得他不是 不給我應得的酬勞 是 就是以前的制度沒有那麼完善 我們以前拍很多戲 其實沒有簽約耶 對 他沒有 他就是講一個感覺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常常製作人或導演 而且打通電話講一講說 來幫個忙 就去耶 都是口頭 路上就說啦 不需要打合約 他說我們認識那麼久了 來...幫個忙 來... 對啊 明天就來演了對不對 每天都摸收幫忙耶 對 那我記得我接過一部戲就是 你有拍過戲 有啊 他沒有空接的 都是我去拍啦 然後降價一半去拍 很競爭喔 對... 那我記得是一集 三萬吧 很高耶 會抽到很高 九十分鐘不是六十分鐘 九十分鐘 所以是那種單元劇 然後撒狗血那種 花戲力的那種 對... 對 那我記得 他們是拍一半才開始播的 所以不是八點檔 邊拍邊播 那通常這種我們會談的就是 照本領 照劇本領 對 大家照拍戲有多久才能領 對 就照劇本領 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上 所以你拍完一集 就可以慢慢申請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大概拍到 三分之二的時候 他開始播了 對 那播了之後 令人傷心的事情開始來了 就是發覺收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是 但我是女三 我決定不了一切 你戲份沒那麼重 對 你可以女一扛 女一 女二要扛啊對不對 那就是收視沒有那麼好啊 所以它播出之後呢 本來是三十集 它就精簡成二十五集 但問題是我們三十集 已經拍完了 我是照本領啊 對 它播 我拍了三分之後 它才開始播 沒關係 那就少零五集而已 至少二十五集還拿得到吧 是沒有錯 但是我那時候裡面都是 被打 被罵 被虐待 哭 哭巴掌 就對了 好可憐喔 因為以前真的很流行 這種劇情 對 而且以前我很新 對手也很新 以前那個環境真的 導演如果真的哭不出來 要不就真的打 要不就真的罵 好可怕 對 就會跟對手講說 等一下就打真的 然後他就會 就是眼淚就瞬間掉下來 演藝圈這種領不到 酬勞的狀況都 宇文還要領到二十五集而已 我有領二十五集啊 我還拍過那個 真的整個戲拍完 真的是不知道去哪裡 找人領錢的 真的 真的 我也有整集這樣錄完 然後 我是剛好 我就是晚上如果要吃飯 然後中午那一餐 我就會故意兩三點才吃 讓我 晚一點吃 你晚一點吃 就稍微 你知道 沒那麼餓 沒那麼餓 然後還有一個絕招是說 我會故意在跟朋友 吃大餐的時候 還有點汽水 因為汽水很容易有保障 對 可是汽水很甜啊 那你可以點氣泡水 對 通常我以前是會點可樂 可是可樂比較上味 而且有咖啡因 晚上可能會睡不著 所以我後來就點那個 雪碧或七喜 然後裡面有檸檬酸 因為你聚餐可能會喝一點酒 如果檸檬酸會解酒 對 真的 對 檸檬酸可以解酒 對 所以你就直接 喝汽水少吃 然後又可以酒量變好 你看是不是一舉數的 沒有 酒量是不是想要酒量變好 聽起來 可以 因為懷疑荷爾蒙改變 就是你分泌物就變得瘦 變很多的也好容易發炎 對 然後後來就去檢查 就說陰道有發炎 然後分泌物啊 變多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那再嚴重會怎麼樣 就是子宮頸泥爛 我一聽到泥爛啊 我也是說 我子宮頸泥爛掉了嗎 對啊 然後什麼時候 然後那醫生超雲淡風氣的說 別人擔心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都泥爛 大家都這麼泥爛 還是很多人聽到 泥爛的反應都這樣 很多女性在懷孕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子宮頸泥爛 他說泥爛病不是一個 很嚴重的病 但我真的覺得我超意外的 我為什麼會上當 是因為我那時候在 智慧如你怎麼會被變 我也是這樣 眉毛與智慧的象徵 只差激情跟配偵一點點 你人好好喔 我告訴你這個是 我覺得人是這樣 就像你平常在台灣 一個小感冒 你不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在國外生病 你就會看得比較嚴重 沒錯 因為我被詐騙的時候 我在國外 然後在陪家人旅遊 然後那一天玩完以後 我覺得非常的累 然後回來的時候 剛好看到就是 他寄一封E-mail到我的信箱 他就說臉書說 我的粉專違反了什麼 就是使用規則 又收到那個 他就說 我前天也收到耶 對 然後所以他就說 他要把你停權嘛 然後給你一個網址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看一看 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這一陣子業配太多 有人就是可能眼紅或是怎麼 然後我竟然就填了那個 資料 可是他的資料不是說要填信用卡嗎 沒有 他是叫我 所以你把身分證給他 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後來這是假的呢 我填完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上樓的時候 我就神來一筆 我就馬上問 因為我們不是認識很多 網路行銷的廠商 我就說怎麼會這樣怎麼樣 我就說 我怕是你那一則業配 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 寫給你的是Facebook嗎 我說對 結果他說他寫Facebook.gmail.com 所以Facebook他就說 這個是詐騙 他說因為Facebook會直接是Facebook.com 對 所以不會用Gmail 所以我後來發掘的時候 我已經寄去了 而且我發現這個詐騙手法 因為慕顏剛說也有 所以我們要趕快問一下沈律師 我們到底要怎麼衝咧 我後來是馬上把Facebook的帳號 信用卡 我所有都停光耶 其實你最好再多做一步 因為現在有一種最高科技的 最新的 它是基本上你點進去 它那個連結以後 你就你的系統 你的不管是手機還是電腦 就會直錄一個木碼 那如果用過這個手機 上過你的網銀的話 你上網銀那個帳號密碼 就會被它記錄成 我網銀也換了 網銀我也換了 如果你的帳戶現在沒有問題 當然就OK 但是最好 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你的 這很麻煩耶 就回顧原廠設定這樣子 他可能不偷多 他每個月偷個三百 他騙三百個人 或者是三千個人 這樣也很多 其實三百塊 你根本不會去查那個帳 會 會 會 觀眾朋友要小心 因為表示這個詐騙手法 現在正在長期 流行 我的確沒有對朋友 有多好多大方 但是我對我老公 你最近有改啊 改很多了這幾年 為了我老公跟孩子 我要活下去嘛 可是我對我老公是非常好的 那以前我們交往的時候 我先生很節省 然後應該是說 比如說先生喜歡什麼 有時候我其實用買的 但我 然後加上呢 我粉絲也不多 那我有跟大家講過這個故事 就是我先生好不容易說 我很少 少量粉絲中 死忠的那一個 所以他看到我第一眼 就愛上我了 決定娶我這樣 這確定是國際巨星 對 所以他也 我就是 所以他才娶到偶像 他一定很高興耶 對 然後他又 他又會覺得我很照 因為我就是很 就是為了討好這個男生 那比如說有時候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買的 或是廠商給我一些小折扣 但我會說是 廠商送的 對 然後或是給公婆 或是親戚 親友 都說不用錢 贊助的 我就越演越烈 然後演到後來 因為結婚八點了嘛 有時候明明自己買的 然後我還說 老公在人家送的 求求你用一下 結果後來他已經 他已經被養壞了 你知道嗎 他只要走到餐廳 他就會說你過去 人家不知道你的臉 就不用排隊了嘛 他就因為現在已經 被寵壞了你知道 然後後來 我們現在有時候 其實我們有小孩 很多親子餐廳或親子飯店 會招待我們去玩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 就去過一個很有名的 親子飯店 在外星市去玩 然後那一次是招待的 是因為一開始有談合作 就是有一些露出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先生就以為 從此 親子飯店都會招待 然後第二次約的時候 他就不但是我們全家去 他還揪了另外兩家一起去 好 但是他是一個 很單純的人 他不是要在人家便宜 他就覺得說 因為他就覺得 我沒想到就是去的時候 飯店招待得很開心 就說怎麼辦 對啊 我們就是一起啊 一起 他沒有想過廠商只會招待藝人 那另外兩家是怎樣 他就說那你多做幾篇 露出就好啦 可是 他以為可以用底的就對了 對 可是他都沒有想過 藝人不能這樣用 就是比如說我們有經紀人的 那這不是說 你要不要露出的問題 有時候就是 這有些商業上的 有些美感的 對 然後所以他就帶了 另外兩家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就很逞強說 沒問題啊 我說廠商一定可以啊 我誰 你覺得你跟卡卡卡有什麼分別 真的 然後說 然後說 可是我就私下跟那個廠商 其實已經講好 我說最後結帳的時候 你等我 我來接就好 但我就說 我就跟我先生說是招待的 但殊不知就是 因為大家都很單純 大家就以為飯店是招待對不對 所以飯店裡全部的餐廳 都是招待的 連飯店的餐廳 他們都去吃以為招待 很貴耶 早餐一定是招待的 他們就以為說 早就晚都可以一起吃 對 然後那幾天天氣剛好就不好 大家都沒有出去 所以大家都在在飯店 然後有時候在一樓的 就是那個buffet 然後有時候在二樓的中餐 那怎麼辦 這件事情最後該怎麼收 最後就我付錢 就全部我付掉 當然本來廠商就是會 給一個折扣 可是他並不是招待 尤其是朋友更不可能招待 對啊 那所以後來付掉之後呢 那個宇文姐好大氣 然後當當朋友耶 我去請請 我告訴你 後來因為我們家 也是有一個家用的戶頭 在做帳的 然後下一個月 我就一直在跟我老公說 這個月錢不夠 這個月錢不夠什麼什麼 他就一看說 怎麼會有這一筆帳 這麼大筆 然後他就說這一筆帳 怪怪的 那不是我們去哪一個 縣市的一個什麼 他就說為什麼要錢 然後我就沒辦法 我才跟他說 我說其實廠商那時候 就談好的是只有折扣 就是沒有招待了這樣子 那我說 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講 因為你已經先跟你朋友 炫耀過說 我們上次去是招待的 因為你知道廠商有時候是 他這個季節的扣打用完了 他就不能招待你 對 所以他就說 他以為永遠都是招待 怎麼辦 如果遇到這狀況 你怎麼辦 我覺得老公已經講了 我覺得還是會買單 燕子還是做給他 對 還是要做給他 連朋友的全家大小吃的 喝的 對 好時不時的朋友 就晚上跟綠茶一樣 還會去那酒吧喝兩杯 不要買啊 也進 中進房間就對了 好大 要進房間 好吧 那我們覺得 宇文Winnie Hall 他是活該嗎 還是該笑笑一下呢 來 大家拜託 吳吳啦 吳吳 對啊 吳吳吳啦 全部吳吳 吳吳吳啦 這錢值得啦 今天上節目全部把他講講 你出來了 我覺得你最近又瘦了 我覺得我是因為我 我當然承認 我不是一個易胖體質 但是我有一個很奇怪的體質 就是 怎麼會變胖 因為 我覺得 是不是喝酒喝到吐 吳吳吳吳是比較帥的 也算有 不是 沒有 這樣不記得看 沒有 我一定要講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只有酒膽 我沒有酒量 我很容易醉 他很愛上場 但他差不多一杯的量很弱 那就很少了 對 所以我 然後我一醉了之後 我就會睡到隔天下午 那我就宿醉得很嚴重 是不是早餐中餐就沒有吃了 然後晚餐呢 因為也是還在頭暈 我就喝湯 就只喝流汁 或是喝一些果汁 一定要去吃兩面 對 所以我的邏輯 是因為我很容易醉 所以我根本就不會吃到後面的宵夜 然後還有第二天 我也整個都在宿醉 所以我等於一天半都沒有吃到東西 就自然就瘦了 我就是那種一喝酒之後 整個就胃口大開 然後仁甫就會開始 開冰箱煎牛排 炒飯什麼都好享受 我們家是有廚師 我們是開始就無閨一直點了 宇文這邊也有一個 子宮破裂的案例 我看到那個新聞 跟生產完全無關 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跟她男朋友好像就是去玩 在國外 然後是玩那個 滑水道 就是那種 你知道那種很高的滑水道 滑下來的時候 那初面很強 我以前有玩滑水道 泡我的 泳衣 有啊 那每個人都會啊 沒有 那個比基尼就掀起來了 你就掀起來 然後下一個 你站起來的時候就這樣 讓我演了 在國外 不用想 你不用擔心 你掀起來是還好 看不太出來 都這麼差別 對啊 果然有症結 雖然小 但是我也希望 小兒妹 你心情好重喔 對 那時候我才二十歲 我看到這一個畫面 我真的傻眼 而且是在國外 你知道嗎 真的 所以那個衝力其實很大 然後我看到一個新聞說 她結果 她直接衝下來之後 她就下體 她還流血 流血 然後送到醫院 就是是冰死的階段 然後後來 醫生說是 就水灌 大家可能從陰道灌進去 她的子宮 子宮剝掉 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 這個機率真的太低了 因為一般人滑水道 你沒事幹嘛 腳開開的在滑水 沒有 你以為你緊張 你以為緊張害怕 沒有 還有就是水流很強 而且有時候想撒慢一點 嚼就撒開 但是這個機率真的是不高 對 好期待喔 怎麼樣的好吃的這個 網購美食 可以吃得不會 對啊 而且還就是 一出現這個新商品 它立馬就變成 買不到的人氣爆表的商品 因為這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 首先右手邊 我先介紹一下 這也算是季妹妹的最愛 各式各樣的 茶品啤酒 啤酒 啤酒 果然是酒 啤酒做得很加一 但是她當初 她把她當茶對不對 玉月潭 紅玉 妳剛剛是說 玉月潭是玉月潭 玉月潭 還有你看 鐵觀音 然後金軒 然後還有東方美人 它就不同的 台灣的茶品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 這個組合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在 它的包裝超有 就是 文青 對 啤酒 我覺得覺得是茶很有用的 茶酒 妳喝喝看就知道它是茶 還是酒 我真的覺得 將不愧是老的辣 真的 不愧是 就是知道 妳的老藝人 妳不要這樣 我們已經上來了好嗎 對不起 老朋友太直擊了 我跟老大上 但是我剛剛其實是要 讚許妳的 因為她就知道 對主持人投其所好 對不對 這個 延遠夏日來一杯冰啤酒 很過癮耶 而且它聞起來 其實還有那個茶香跟啤酒香 我這個是金軒烏龍 我覺得它啤酒香味很夠 而且喝下去是有一點那種 蜂蜜啤酒的感覺 它雖然聞跟第一口 進嘴巴裡是啤酒香 可是你進到嘴巴吞下去之後 你留在嘴巴裡的 不會是那個酒氣 是茶味 而且這個很厲害 你知道你用那個杯子喝 跟我用這個杯子喝又不一樣了 它上面是一個茶杯的形狀 對 所以其實你要喝 它的香氣會更跑出來 沒錯 你就會馬上聞到 茶的香氣 所以真的好有內涵喔 你剛剛有看出來 它上面是個茶杯 對啊 我剛剛一直顧著 喝裡面的東西 我一直都以為 它是郁金香的一個造型 對 你也沒看出來 我也沒看出來 但是這樣子你喝起酒來 是不是感覺自己很有感受 對 而且可以多喝幾杯的感覺 是 但你喝酒的同時 這就要配上精心製造的一些茶點了 那這種 你知道這個小小的蛋捲 看起來是一般的蛋捲 但是當你咬下去 你就會知道不一樣的感覺 是二斑出的蛋捲 一斑 還是二斑 三年二斑 好 我們給你們一人一種口味 這個是高山烏龍茶的口味 然後這是日本百年抹茶 合作的 百年了 你聞的時候就會聞到了 它就可以一般的蛋捲 除了奶香之外 它還有淡淡的茶香 然後還有它裡面咬下去 這個餡 餡在裡面 很飽滿 餡在裡面 而且後面它有一個回鹹的味道 茶香 然後有回鹹 回甘的感覺 然後它的餡甜而不膩 很豐厚 對 因為它這個餡是整個滿的 重點是你吃起來 竟然不會覺得很膩 對 而且我覺得它咬下去之後的內餡 真的是在裡面就是有 然後還有一個 其實在做甜點的時候 那個抹茶的等級很重要 對 因為就是你烤過之後 還要保留那個抹茶香 所以它的原料其實是 很厲害的百年抹茶對不對 日本一個很有名的 百年抹茶品牌 然後一般的蛋捲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很乾 對 會吃得乾乾對不對 自己才會比較配飲料 它裡面因為有那個餡 所以你就覺得不會很乾 然後不會吃完 就是粉粉的 嘴巴乾乾 而且大小又剛好 對 重點是我剛剛吃完一口之後 我到現在裡面 還有茶香耶 對 然後唇口一口茶啤酒 對啊 然後跟性愛的人相識而笑 對 我突然想到了 他那時候 還在最後悲傷的時候 每天在螢幕上告白說 最愛張立東 對耶 所以你現在要跟立東來仗 好啦 吃完蛋捲 捲棉被 通常都吃完這遊戲啊 立東 這節目怎麼越來越走掉了 你喜歡高山烏龍茶 還是抹茶 爆漿爆漿 啵啾啾啾的感覺 對 不是 還吃了 我沒有吃舌頭啦 不要吃舌頭 所以這是不是很適合 請你玩小遊戲跟天安 還沒吃到就升溫了 對 好啦... 對啦 我很謝謝你 就是願意給 就是失婚的姐姐 沒有 所以我是說 這個點心也有很多種樂趣 對不對 真的 然後大家什麼三五號 有一人喝一杯啤酒 吃點小點心 下午茶 然後聊點八卦 或談點小戀愛都好 那海邊在你的民宿最適合 對 一般的啤酒沒有 水果啤酒已經過時了 我們要喝茶啤酒 我沒有想到就是 宇文在情場失憶了之後 沒想到 在你的內心多了 有這麼多的才華 真的 我有做師哥 要很多 太好了 遠遠不斷的靈感湧入 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我接下來 沒錯 好光 還有... 那真 我們兩個要給他投票 要看他做哪一個 我覺得... 對啊 以他就是的資歷 還有最近面對到的挫折 跟我面對上挫折後的勇氣 對... 不管他今天帶什麼來 沒錯 他都要榮燈寶座 外眠則寶座 對 但其實老實說 這真的是我看宇文介紹過 最好的一次 你是他的老搭檔 我想你講的應該是沒錯 是不是絕對都記得 對啊 我忘了 你今天剪 我適合... 你跟沙發好大喔 好像賣家具廣告 最近好像那個 五股家具工商大展 要找人代言 你可以去啦 東東來實彈全喔 歡迎大家來訂閱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